精量部它是 它是有一些叫做 辟育师 辟育师 然后加上那个什么 哪个部的我记不得了 受哪个部影响呢 是和那个缩转部 缩转部这两个 结合到一块 产生了这个精量部 精量部的直接论敌啊 它主要是有部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2-2-1-2里面说的 它直接论敌versus 就是说一切有部 它直接论敌是说一切有部 当然也包括主流哲学的 就是当时印度的主流宗教 也不是主流哲学 它里面的这个神我论 神我论 就是犯我论 它主要攻击这个东西 精量部呢 它是认为 说一切有部 我们来回忆一下 说一切有部 它是认为三界使 叫做三世石友 三世石友 法体常在 法体恒在还常在 过去 当下 还有未来 这三个实态 这三个实态是实存的 实际存在的 实存的 然后法呢 然后那些法 在这些实态上面也是实存的 法体常在 法体常在 它在每一个这个 实态上面 它都是实际存在的 它是 它这个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起来 叫做 exist 它可以跨实态性的存在 跨实态存在 exist就是跨实态存在 exist它存在 就是它妈的 它无论哪个实态 它一直在那边 exist 跨实态存在 那么在原始佛教那边 在原始佛教那边 它是不承认事物的跨实态存在的 原始佛教 就是在乔达摩西特拉座那边 它只存在事物的什么 就是直观性的持存 直观性的一种持存 也就是说 它只能存在于当下 只能存在于当下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万事万物 它就不是实在的 它就转瞬即逝的 它是会生灭的 它是他妈的 是动态的 所以这就是一种运 是一种运 是集结而成的 一切事物都是临时的 就是临时性的存在 临时的存在 临时性的presist在那边 它是presist的意思 还有个固执的认为 所以用这个词是很恰当的 就是你是因为你的固执 你的无名 你的执着 你才误以为这个presist 执着于它的存在 presist 把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架设 看成是一个 是一个跨时态的 跨时态性的一种存在 跨时态就是 它当下存在 但是它下个瞬间也就会存在 它之前的瞬间也存在 我们眼前看到 比如说这边有个沙漏 那它肯定五分钟之前 它也存在 五分钟之后它也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了一种 就做 如果你假设事物可以跨时态存在 这不就是和那个 三圣地之一的无常 过苦 还有个什么道地 可以解脱 这个不就和无常矛盾了吗 你就不就有一个法体常在 无常就矛盾了吗 所以 那为什么说一些有不 还要拼了命的去强调 强调有一个法体常在 因为他要 人家要讲清楚一个东西啊 就是 夜报啊 卡玛 夜报 因果 轮回 还有什么 还有各种变化 他要讲清楚这些东西 因为他的那些敌人 敌人会攻击他 哎 你不是说有夜报 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话 那你夜报报在谁身上 这个夜报 它过去的东西 因果性怎么维持 过去东西怎么来影响未来的东西呢 它因果性怎么维持呢 了解吗 所以它一定要有个 跨时态性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那个时候 跨时态性的东西就是 法体啊 法体是常在的 但是他的法的作用可以没有 就是说 他的体是可以有 但是他的用是可以没有的 用是会消失的 叫体用二分 就是他的那个 那么他 他在这个过去 当下未来这个流转过程当中 其实他就是他的 叫做 discharge 把他的 把他的这个 用处给他放下来 放了就跑 就他的这个体 东西还在 但是他的作用已经施加完毕了 所以他东西还在就 泯灭掉 无限的过去当中去了 他永远就消失掉了 永远就消失掉了 你见吗 他瞬间瞬间 一个一个又一个瞬间的接着他 接着他 所以就相当于 就放下就跑 放下就跑 放下就跑 相当于没有 相当于无 相当于无 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还是可以解脱的 对不对 如果 如果他是 法体常在 法用也常在 那就解脱不了 烦恼一直是怎么解脱他呢 对不对 你要 所以他说 你要看清楚这个本相 我们把体用关系 他处理好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解脱 我就可以解脱 我不再受到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 啊 这些东西对我的这个业力啊 把起作用了 为自己的既既有世俗的那一面 既有一个夜报的因果的变化轮回那面 还要有一个解脱那面 这两面都要给他说清楚 所以他不得不 这个说一切有不 他不得不设立这么一个三世实有法体常在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跨时代性的exist 跨时代性的exist 那么说一切有不 他他为了说清楚这个东西 他他其实漏了很多马脚啊 比如说他强调有这个无表色 无表色就是什么 无表色无表就是 无法表真的或者没有表象的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trans 超越什么transappearance appearance 超越表象的什么东西matter 或者non-representablematter 或者transrepresentablematter 就是不可表象的或者不是表象的那种物质 无表色 就是他就是说一切有不 他必须假设有一种无表色的存存在 matter来作为一个载体 来作为一个载体 作为一些页的一些载体啊 或者是作为一些这个 我把它叫做一些效果的一些载体吧 一些裹的一些载体吧 无表色 嗯 所以 他例子举了很多啊 我看一下啊 不着急 他主要是作为一个什么 无表页的一个载体啊 无表页 什么叫无表页就是看不见的那些页力 看不见的原因 就是 页报说 他里面就有个问题 就有很多页 他你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看不见的情况下 他如何还能继续施加作用 就比如说 我偷偷的干了个什么亏心事儿 所有人没看见 或者怎么样的 我举个例子啊 举个最粗浅的例子 啊 或者说我上辈子 我上辈子造的那些页 为什么我这辈子我还要还要 他就是用来为他的轮回说做辩护的 所以他认为就是这个要有个无表色 这个一个没有办法被表象出来的 不会呈现出来的 一种物质 或者一种substantial 一种实体或者一种根据 色的话我觉得 哎呀 这个色还是分成meta吧 一种一种一种物质 他在支撑着这种无表叶 那么无表叶最重要的 它的功能是什么 是为 啊来做辩护 来辩护 啊因为有无表叶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转 因为有无表色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转有一个 一个稳固的一个载体嘛 载体 才有一个拟制出来的一个假我嘛 名义上的一个假我 他还继续作为一个处所 啊作为一个处所 啊他还继续 就是 哎呀本体论分类学 他是分为运处戒 三个东西的运的话就是 集合 就是一种自然集合自然堆叠 而且 处的话是指的是他的那个 就是 感受感受性 sensibility 就是那种 主客观融合的那个界面嘛 这个运呢一般会 也会理解成一种自然集合起来的实体 但是佛是不承认它的实体性的 就是一种拟知的实体 名为实体 名义上的一种实体 名义上的实体 而这个处所就是这个实体 显现的那个主观视域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视域 包括你的感性域啊 你的什么什么域 然后界呢 界是前面几个的一个 就是 心对于前面这些东西的一个分类学 当然包括前面这些东西 还包括心对他们的分类学 所以界的话你可以看成是规定性 规定性 规定性 而内在的规定性 内在规定性 那实际上就是规定性的 它是不仅是内在 它是个普遍的规定性 它是一种普遍的规定性 然后 所以这个处是实在的 这个作为处的这么一个 它是实在的 这么一个假我 这么一个地方 就有一个载体的 就有一个载体啊 就有一个叫无表色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也是被说成是极惊喜的 嘴巴上也说的是极惊喜的 说那些就是圣者在什么 获得什么果位的时候 把它体验到的那种叫无露色 就是这个无表色 就是 就是这种东西很容易滑像神果论啊 它是种神秘主义东西的 神果论 一种神秘主义的一种我性 一种自我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那个 这个 在这里说一切有不 它就暴露出了它的这个 搞到最后搞个神秘主义的这个无表色 作为一个自我意识的一个载体啊 它可以载体作为一个假我的载体 然后它不仅仅是自我意识载体 它同时还是觉醒时候体验到那个东西 凡夫 轮回的时候也是这个东西在做载体 啊 甚至觉醒的时候也是无表色在做载体 一些 完全失去意识的一些状态 那个东西就是你在那个镜里面就是没有一些其他的色了 没有一些 体验不到其他的 体验不到任何意义上的色了 matter 体验不到任何意义上粗重的那种感知的一个材料 材料 material 色翻译成材料的更好 粗重的感知材料 直观材料的色的话 还有一点它必须是一种 它代表一种可直观性啊 它表示可直观性 可直观性 可以翻译成 intuit intuitivity intuitivity 可以翻译成可直观性 intuitivity intuitivity 它把这个短路了 无表色这个东西短路了 就是这个东西变成一种神秘的本质啊 神秘的本质 一种物字体这种东西 神秘的本质 一种物字体 啊 它既可以做我的那个 当然是一个假我 啊 因为所有的这个 都是无我论的啊 所以 当然有一些一开始这个 变成这个有我论 都是都是 都是怂了嘛 但是你最终你要意识到 那个你们把握这个结构 我们在我们哲学内部就把它叫做 我们就把它叫做先任主体性 主体性啊 先任主体性 但是他他不等于自我意识 他也不等于这个自我言说的那个 他不等于普特加罗 他也不等于阿赖耶什 啊 他也不等于意识 就是先任主理性这个东西本身是公武的虚空的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康德某种意义上是 you know you know 就是德国观念论和这个佛教哲学是有很切解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他没有过康德这一关 他没有过康德这一关 他就不理解黑格尔 他不理解黑格尔 他整个变成把体系他不懂 他对佛号系统内部的这个张力啊 他就很容易 要像中文充其量 我可以把他看来这种反反废希特主义 如果废希特主义有一个补给的话 相对于黑格尔主义 有一个补给的话就是反废希特就是黑格尔主义减去废希特主义 等于龙数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作词